下一題 下一題呢 質量4公斤靜止 瘦20牛頓持續5秒位於50公尺 然後你看到這裡 你就應該猶然升級一個懷疑 它可能不是直接用F等於MA 如果是的話 它不需要告訴你5秒位於50公尺 所以它第一題就先問你加速度 你再看它題目會問摩擦力 所以表示你的施力20牛頓是不是Y的合力 不是 所以就更知道不是用F等於MA 20牛頓MA 舉例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你的加速度用什麼算 用那個5秒位於50公尺 靜止出發5秒位於50公尺 就跟剛才的做法類似一樣 VT圖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 帶進去找到加速度 然後去帶去F等於MA 可是那個F叫做外力的合力 這個合力誰做出來的 施力20牛頓再加上摩擦力嘛 說加也不對啦 因為摩擦力應該是扣掉的 往上下馬上用減的來做的 所以呢第一個就問你說加速度多大 這個是用第一次斷考範圍的東西 我們有時間有位於球加速度 跟剛才我們做的題目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樣的 大概多少 這應該多大 這應該多大 靜止出發5秒位於50公尺 他應該有多少 來賽哥哪 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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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尺 多少 5公尺 4 4 你說4嗎 請坐 一樣VT圖 VT圖直線球加速度面積有位移 0秒的時候是0靜止 5秒的時候不曉得多少 可是位移有50公尺 那面積球位於底層以高除以2要50 所以算出來速度叫做20 每秒20公尺 好了 然後就可以直線球加速度 直線球要叫兩個點 T1 V1 T2 V2 帶進去0秒的時候是0 5秒的時候是20 然後帶進去做完 答案就是4公尺秒平方 那就解決掉了 然後就可以問第二題了 摩擦力多少 摩擦力就是F-MA 20牛頓不是我的F F是外力的合力 這個合力就是我的試外力 跟我的摩擦力的合力 然後呢 你知道外力是20牛頓 換個摩擦力 要等於MA 有沒有M 有4公斤 有沒有A 剛剛算出來對不對 你就會擔心就球出來了 就這樣做而已 你覺得他好像比較難 他其實沒有比較難 還是在原來的地方打轉而已 原來的地方打轉 並沒有比較難 那他表示我們的摩擦力 幾牛頓 反正我看你解決了 來小女生 霹靂5號 霹靂5號不在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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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誰 10號 來 你的答案 多少 4 4牛頓 請坐 你的答案4牛頓 5號 1號 1號 F等 MMA F叫做外力的合力 有兩個力 我吃的外力跟我的摩擦力 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用減的 外力比較大 怎麼知道外力比較大 因為他朝外的地方移動 因為他朝外的地方移動 所以他外力比較大 所以呢 MMA就受力質量 受力質量就是 我告訴我的4公斤 然後呢 加速度 就是我剛剛求的 人家的加速度 所以帶進去 20牛頓 減掉我的摩擦力 就是我的外力的合力 等於受力質量是4公斤 加速度呢 是4剛才算出來的 所以呢 就會變成4牛頓 變4牛頓 所以摩擦力是4牛頓 OK 就這樣 所以 他就是在告訴你 我那個A 是真正的量得到的加速度 所以我要用 禁止出發 微秒 5秒位移50公尺 知道我的加速度 然後就帶回我的F等 MMA 外力的合力 受力的質量 成能夠兩個道的加速度 得到我要的結果 這就是我們 希望各位能夠明白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